来关心到高铁污日基地上个月9号金船公案意外 有6名工班险遭电机 不过这个月11号高铁新竹正苗栗段 又有隧道排水沟的清洗工人 为照SOP作业造成了赶电意外 另外质疑高铁隐匿不报 对此高铁则回应 这个意外发生在飞营运时间内 而且证明承包商人员有完整穿戴防护具 送医检查确认无故才没有通报老简单位 他没有前断电 非常有可能在整个高压电之下 这6个人会成为烤肉串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上地委炮轰 高铁近日公安状况连环报 质疑是螺丝松了吗 上个月9号高铁列车进入彰化路段时 车厢突然全黑停止约5分钟 高铁员工爆料讯愿无日基地进行电地开关维修 未议规定作业才造成列车跳电 还有6名工班进行另向电车线维护险遭电击 只是上个月高铁公司才召开周报会议检讨直线 没想到时隔不久 这个月11号又再报公安以外 5月11号的事情你们知道吗 跟委员报告我们没有接获通报 王鸿为爆料5月11号高铁的新竹道苗栗段 在夜间作业时未一规定断电 造成一名工人手脚被电击灼伤 另一位质疑为何铁道局没有接获通报 质疑高铁引力不报 对此高铁发声明澄清 当时是负责执行隧道排水沟清洗的承包商人员 没有以SOP作业才造成赶电意外 所幸当时工人有完整穿戴防护具送一检查后 没有大碍才没有通报老检单位 按照检查的结果要求他就相关的作业程序书 还有控款机制来做一些改善 即便人员平安博高铁近日确实状况不断 从地车长规避酒侧酒驾上路到公安电级事件评传 高铁如何检讨改善各界都在关注 记得新事物丧合报导